建置網頁 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是檔案名稱 那這是網頁名稱在這裡喔 來 那我們先來認識到基本的操作介面喔 首先 點下去文字呢 選起來 你可以做修改 跟Word一樣 不過呢 這裡字體恐怕沒那麼多喔 網頁做完是可以在別人的電腦看 可以在手機看 別人的電腦 別人的手機恐怕沒有什麼華康型書體 那些通通都沒有 所以我們在製作網站的時候 你有個概念 通常不是系名體跟標凱體 就這兩個字體可以選擇 欸老師 可是我看到別人網站上面的字很漂亮 那都是把它做成圖形放上去的 所以在網站上面看到的字形 從頭到尾只有新系名跟標凱體體可以選 其他就不用挑了 所以這邊看到英文字 看到嗎 這邊呢 正義也許還可以選啦 也許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來 接下來字體跟你講沒什麼好選的 那當然可以選大一點 那粗鞋字的顏色 我稍微小改一下 可以 OK 來 還是亮一點好了 這樣不夠亮黃色 這第一個比較清楚 接下來這個地方基本操作你會的 我們來看右邊喔 這邊可以加什麼東西呢 插入標籤 頁面標籤 主題標籤 那進入協助平台 首先恐怕第一件事情 把網站名稱打完 接下來應該在這裡 你選一個你喜歡的風格 有點像什麼 長什麼樣子 OK嗎 那協助平台這邊有提供 等一下這個背景圖可以換成你自己的喔 那我們來這邊先選一下吧 它提供的 譬如說 第一個就簡單 我們換亞里斯多德的那個style風格 外交官的風格 我們再往下點一下看看 這邊是衝景的 接下來是平面 再跟你報告一下 這個背景圖等一下你可以換掉 等一下是可以換掉了 那我們先選 所以通常做修作平台 第一個 把名稱打進去 接下來呢 就在這裡套中 那點了這個 你還可以選色系 因為字裡面什麼都還沒打 所以目前這個是還好 來我先點完這個好了 這個套完接下來開始做 所以待會請各位就在主題這邊先點點看 顏色可以做改變 是需要的來解 顏色的和教練 這是姿勢 Gabe仔的揣着